今天要介紹的是我自己改良的2.0版本的水冷扇 這次水冷扇的材料呢,我是使用了我們平常吃糖果的塑膠罐 塑膠罐呢,我前面給它切了一個正方形的孔 方便讓這個風扇,這個風扇很難買到 可能你外面找好幾十家店家都很難買到 因為這個風扇是伺服器等級的強制排風系統裡面的風扇 我當初拿到這顆的時候,我當下第一個想法就是把它拿來做水冷扇 因為最近夏天很熱,所以我就把它拿來做水冷扇 我現在就是上面放冰塊,下面也放像是保冷劑等等 那麼在利用魚缸馬達把水抽上來,那麼水從這邊滴下去之後 它把冷風吹出來,達到降溫的效果 那麼它旁邊這個風扇很特別,這是吃12伏特的電 它黃黑是12伏特的,紅黑是5伏特的,我覺得它很可惜 我就把它拿來當作是電燈 那麼電燈呢,我裡面會加一顆電阻,我記得是220安培還多少 那是我當下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之前用到好幾顆LED燈燒壞 所以我就後來就嘗試加了顆220的電阻 去稍微Google一下,然後就行得通了 再透過這個外接硬碟的供電,大顆那種3.5吋那種硬碟 我打開 你看 它後面是有做藍光的,而且它真的有風喔 真的是有風的,它風真的有出來 在吹頭髮會有風 吹頭髮,不知道 是有風的,我頭髮有一點在飄 它這個 它這個我當初拿到的時候,聲音噪音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後來呢,有給它上游過之後,就變順了很多了 然後呢,我現在就是缺魚缸麻辣 我魚缸麻辣一旦湊齊之後,我就可以使用 那麼,這次2.0版本呢,好處有 第一,就是它材質比較不容易漏水 第二,就是它的耐用度比較高 雖然說它用熱熔膠還是會剝落 但是,然後 但是,還是可以撐一陣子啊 我在看看有沒有什麼代替方法 比如說3秒膠之類的 然後第三呢,就是 它更冷,而且更好用的 風速更大 因為第一代,我做的那種都是5V啊,9V的那種風扇 沒什麼威力 我用這種12V的就好很多了 那麼,以上是我自己做水冷山的一些心得分享 謝謝